焦点转回国内来关心到苗栗后龙一家职场 在凌晨传出了火警 由于屋子里头堆放大量的易燃物品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从员工宿舍蔓延到了仓库 消防队员总共花了六个多小时 才成功的扑灭火势 还好没有人伤亡 但是大约一千坪的厂房 统统复制一具 熊熊大火不断在体皮屋内闷烧 串出浓浓黑烟及猛烈火时 上队获抱苗栗后龙这间职场员工宿舍 发生火警 随即派遣警一烧前往抢救 不过屋内堆满大量易燃物 让火势迅速蔓延 连邻近的职场仓库也遭波及 由于起火的厂房内 燃烧大量的纸张原料温度太高 什么对拉出水线赶紧在周边降温防护 并动用挖土机阻断延烧路线 避免再有其他厂房遭注容之灾 直到清晨六点多才终于顺利扑灭火势 一条 两条 三条做防护 避免它再延烧过去 它目前在等火势比较小之后 再远落重机去来协助灭火 消防队初步清理火厂确定无人伤亡 不过面积大约1000平的厂房和宿舍 统统复制一句 详细起火原因还得等火厂建设小组 尽不理清 借张新杰 苗栗 藏不到